大陆现金交易将会成为历史吗 今年的确已经在加速发展数位人民币 也就是虚拟版的人民币 这并不是现行所谓的电子支付 也不需要在银行开户或是绑定卡片 最近更进一步首度大规模的进行公差测试 像是深圳就发出了千万数位人民币红包 拿出手机扫一下QR Code 行动支付在中国大陆普及率高达8成6 是全球之冠 大幅降低了现金使用率 而未来还有新发展 深圳发出5万个红包 每个红包金额200元人民币 约合850多块台币 总价值4300万台币 但这不是现金 是数位人民币的最新测试 只要我们人位于深圳行政区域内 便可以通过i深圳公众平台进行预约登记 而在中签之后 我们便会收到一条短期 根据短信的指引 我们便能下载数字人民币App 早上已经筹签了申请 这个的话可以激励我们去消费 我觉得对经济来说是挺好的 钱太少了 它是一共就5万个 所以能得到的人还是很少 抽中的5万人是数位人民币 第一批大规模的测试者 850多台币 使用期限到10月18号24点 消费范围是深圳罗湖3389家的实体商店 已经完成数位人民币系统改造 涵盖了超市日用品零售 餐饮消费生活服务等各方面 可以推广一下吧 数字人民币等同一纸币 所以只要具有相应接收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 是不能够拒收的 跟现金等值突然洒出相当于4300万台币的数位人民币会影响金融秩序吗 新的数字货币后面以前的纸币是一对一一的兑换的 所以说比如说现在商业银行 要拿到获得这个数字货币 它怎么办呢 必须拿以前的这个货币来换 所以它并不增加这个总量 根据测试SOP下载数位人民币钱包后 不用绑定银行账户或卡片 就能如同现金交易 不同于行动支付 政府跳过商业银行 直接监控所有消费行为 能打击黑市逃税 但同时强化了政府的管控力道 你一步一步本身你就要身份证 然后要你的什么资料 他们就怕了 身家资料全都给了政府 让有些市民难免会怕怕的 除了深圳还有苏州 河北雄安新区 成都以及未来的北京冬奥场景 都是内部封闭测试点 根据大陆央行披露 数位货币目前已经处理 313万笔交易 另一特色离线状态也通行 它在没有玩弱的情况下 也可以方便地使用 只要专有数字货币的钱包的手机 拿在一起碰一碰 就可以方便地完成转账或者支付 数位人民币可以在不同的支付平台间转账 但目前中国大陆民众 仰爱的微信支付与支付宝 则不能跨平台转账 未来将受冲击 甚至很有可能被取代 因为大陆官方正推动支付产业数位化 是的才有可能找出机会 去立资产共享领域 去除占有数据生产要素的传统 惯性思维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报告指出 截至2020年7月中旬 厄瓜多乌克兰乌拉圭三国 完成零售央行数位货币试点 另外巴哈马 柬埔寨 韩国 瑞典 东加勒比亚联盟 以及中国大陆等六个试点 正在进行中 而目的并非消灭现金 中国大陆加速发展数位人民币 在中美关系紧张之际 希望抵御美国各种经济制裁 并挑战美元霸权地位 对去美元化的进程 影响的最新的变量 就是数据货币的闻思 我觉得当下研究去美元化 不只是在金融政策 与市场走向的方面 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中国发展战略上的启示 也是非常巨大的 中国大陆想去美元化 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资料 全球外汇储备资产排名上 美元之下还有欧元 日元 英镑 人民币想超英职赶欧美 凭货币数位化 但人牵涉技术 法律 尤其隐私保障等多重困难 TVB新闻 华尚平 陈入文 综合报道